大家好,我现在位置在台中是汤林英语补习班 来我们看这只狗 OK,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neapple 为什么Pieapple呢? Pieapple的意思就是凤梨 代理叫做翁莱 因为它是一只流浪狗 然后就说来的时候呢,补习班就会晃 所以叫翁莱Pieapple 那这只呢,Pieapple在汤林英语补习班呢 时间已经大概有五年的时间了 About five years 它呢,最喜欢玩一种的叫做呢 Big Mouth 什么叫Big Mouth呢? 就是大嘴巴 其实呢,它最近才去洗牙刷牙的 你要知道狗狗呢,要这个洗牙挺麻烦的 第一步的话,要先给它呢,这个 就是Blood check 要先抽血 看它生理状况OK 第二步在打麻针 第三步呢,再帮它这个洗牙 所以洗了之后来,你看一下 Look 你看,挺干净的有没有 Yes That's right 嗯 因为它很喜欢玩Big Mouth 所以 如果狗狗呢,我们没有帮它洗的话 没有洗啊,大概说 几年你给它洗一次 没有以后它怕有牙周病 老的时候就牙齿掉光了,就不能吃东西了 那什么叫Big Mouth呢 Look 哇,它都知道哦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咬得太大力 会痛的 但现在已经OK了 Big Mouth 就是大嘴巴 Big Mouth Look 其实是不是真的挺可爱的呢 其实呢 Tanchen老师要在这边富裕哦 我们呢,对每一只狗 其实就像一个 A member in the family 像一个家人哦 然后希望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呢 照顾它们的时候 你就不要它们小的时候 很可爱 你就把它这个 带回家 不可爱的 那你就不要了 就把它丢掉 其实 这些流浪狗哦 它们都有生命的 哦 那如果有本领的话呢 有爱心 有能力的话 也能够收养一下流浪狗 真的 其实呢 像它在我们这儿 看英日语哦 啊 就像一份子的 你看一下 它都爱跟我玩了 Play with me 它叫Pine Apple 但是小朋友不要模仿哦 Understand 哦 这个叔叔呢 是有念过的 因为只有跟Pine Apple 才可以哦 结果那一只我就不敢了 那一只的话 来Look 这一只等待人家收养 Hello 它是Girl Are you Girl 你看一下 它我就不敢 它叫小房 这一只的话 现在是我的学生哦 在收养的 你看 哇 还蛮胖的 他特别爱吃 OK 胖牛 Sit Sit 它就没办法 我控制不了 那这一只就行 这只叫Pine Apple 然后呢 真的 再看一下 Animal Show Big Mouth Look 这真的哦 所以小朋友 你们不要 不要模仿哦 Estanderous 它有一点呢 它会嫉妒它 其实这一只小房 会嫉妒我们Pine Apple Pine Apple Pine Apple 比较 憨厚了 所以我们这个傻大哥哦 他比较憨厚 然后呢 啊 当然啦 我们这个 养的都会比较跟他接近 因为主要是不怕他嘛 然后每次这个 小房看的都会嫉妒 Jealous 你看 哇 帮我们拍个特写一下 这不开玩笑的哦 Look 有没有 有没有 躲躲那个 这个牙齿多利啊 Look Look Dangerous 但是他已经知道了哦 这个Tansha老师是他的host I'm his host OK 所以他 他都爱跟我玩这样子 而且这只狗很特别哦 He understand English 因为每天睡觉前 Tansha老师都会叫他English Hello One more time Big mouth Good 这个Big mouth 就他会伸着大嘴巴 你看 他玩得多开心啊 Are you happy One more One more OK Thank you very much OK She says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bye Bye Bye